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維佳琪 也邀請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起下載TVBS新聞網的APP 掌握最新的新聞消息 而今天這一節 我們邀請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線韓濱 韓濱哥加入我們 韓濱哥 晚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當然還有就是 我們的民眾的歡迎人 寶珍 寶珍 晚安 家綺好 大家新年快樂 好 還有再來就是 台北市議員 胡韓濱 韓濱哥 午安 主持人好 大家新年好 好 我們可以聽到的 剛才來賓大家都講到了 這新年快到了 所以今天其實有濃濃的年味 但是大家還是很擔心 這個年到底好不好過呢 因為現在疫情肆虐 大家就很擔心了 會不會進入三級警戒 又或者是我過年 到底能不能出去吃飯呢 我們這段也來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指揮中心跟行政院 似乎都沒有給一個正確的答案 因為沒有人要來辦黑臉 沒有人想要回到三級警戒 當然就沒有人來限制內用了 蘇貞昂還說了 涉及190萬人的生計 所以他不通令禁止內用 不要回到當時 大家害怕的那個時期 但禁內用 除了涉及40萬的從業人員 還有150萬的農漁民生計 也因此他是禁止內用的 那麼蘇貞昂是怎麼講的呢 我們先帶你來聽聽看 因應這個疫情 變種病毒的特殊狀況 因為都是輕症甚至無症狀 所以我們不禁止餐飲內用 所以原因也就是 因為顧疫情 因為顧生計 這個我們已經有三波對抗的經驗 所以這一次我們這樣子做法 國人也多支持 剛才到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 我們就授權給地方辦理 讓你自己去做決定 有人就說了 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甩鍋 到時候責任也不用你付 因為陳時中說了 升級警戒現在是授權地方 那麼當然了 春節為止二級警戒不升級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台北市 已經有說是不是 現在要到2.5級了 如果地方現在想要自己 加強防疫措施的話 只要不跟中央有抵觸 那都可以 所以有人就畫出了這張圖說 反正現在指揮中心 要推給你的地方 要不要隨便你 但是到時候有問題 你要自己負責 但我們的電影來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台北市 要進入到2.5級警戒了 很多在台北市的民眾都很擔心 我們到底能不能出去 好好吃個飯 而且內用是不是連夜市 都不能邊走邊吃 但是李正濠就罵說 這整天是為做而做 罵柯文哲根本只是 為了要做一個好看的 但是其實真的沒有半駁 我們來帶你看看高雄的部分 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你看高雄的奇景 現在尤其是在港區的部分 已經進入到類三級警戒 網友就說這是不是 已經就是封倒的行為了 而且廟會婚宴都不能再辦 其今防疫還要再加研 怎麼都沒有人講話 而且在高雄的赤鬼牛排有足跡 全店的員工都被隔離了 有人說暖男市長是不是拿赤鬼來殺雞警猴 而我們現在探究這個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蓬勃把我們的全球防疫排名 往前提升了 也因此陳時中為了要hold住這樣的排名 現在當然不能三級警戒 有網友就懷疑了 是不是為了這樣子的排名 孤名釣獄呢 而最後我們來帶你看到的是 現在尤其是大家都說了 那趕快打加強劑吧 那BNT的疫苗數量 現在陳時中說要再買一千萬劑 有人就說這是不是有點錯亂 之前還罵BNT 還說他是復必泰 可能是上海代理 黑成這樣 現在又說我們要買很多的BNT 來給民眾打 我們就來請教寒兵哥 這個政府到底是在幹什麼 其實他也沒幹什麼 就是因為他沒幹什麼 所以才讓我們傷腦筋 這才是最麻煩的一個地方 我就覺得蘇貞昌他們講這句話很奇怪 你現在才想到說 禁止內用會影響到 190萬人的生計 那請問一下去年的時候 你不就禁止內用了嗎 當時他們的生計有沒有受到影響 不就受到影響 那時候為什麼要進 那現在為什麼不進 你忘記現在在Omicron 其實傳染力比當初的 Alpha跟Delta更強嗎 那如果當時要進的話 現在為什麼又不進 我不是說一定要進 其實我也知道 其實在進下去很多人 真的生活會很困難 可是我覺得你政府 就老老實實承認 你就老實實承認 因為沒有辦法再承擔下去了 你經濟還是比較重要 所以你不得不住 這樣一個選擇 那我們的政府 每一次遇到這種關鍵的時刻 他就突然之間 好像都不干他的事 都推給別人 都是因為考慮到誰… 所以我們不怎麼樣 好像都不干他的事一樣 奇怪了 你們自己要成立防疫中心 指揮中心的話 那你就要負起這個責任 那你不應負起這個責任 就不要當防疫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 我跟你講 陳時中本來是被甩鍋的那一個 是被蘇貞昌甩鍋那個 因為照理來說 防疫中心指揮官 應該是蘇貞昌而單的 可是蘇貞昌當初就是甩鍋不敢單 所以丟給陳時中 那現在陳時中也學聰明了 我也不單 我丟給各地方縣市長去單 然後反正要加強是你們的事 可是他要留一個伏筆 只要跟中央有漢格爾的地方 那我可能又不會同意 那這個漢格爾怎麼分併 是他決定 當然是由他來認定 那我想請教一下 假設有個地方認為說 現在疫情很嚴重 我禁止外線士的人進來 請問一下你怎麼辦 你要同意還是不同意 而且這個人 現世間的流動該怎麼辦 是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些東西中央 你叫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你就是要負起全權的責任 你以前不是所有東西 都要由你來規定嗎 連人家望宏要去買個疫苗 你都說你全部都要給我 不能自己留著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又甩鍋了 又讓人家自己去決定了 你為什麼不超前部署 去幫人家預備好 所有的責任本來就由 你應該承擔的不是嗎 那我從來沒有遇過 這麼樣一個 完全不願意承擔責任的 那高雄今天 他採取雷利風行的態度 你說他是錯嗎 我覺得未必錯 為什麼 因為高雄的疫情 真的不是很妙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陳其邁採取比較斷然的措施 比較嚴格的措施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問題是 如果某一個縣市 採取比較嚴格的措施 另外一個跟他同樣嚴重的縣市 卻採取相對比較寬鬆的措施 那請問一下 我們到底應該聽誰的 標準在哪裡 會不會讓大家很多不滿 比如說今天就有個新聞 一個友台的一個氣象主播 吃了碗麵就被隔離了 整個年都沒辦法過了 那請問一下這個標準 又是什麼地方 那如果說 大家到遵從這個標準的話 你只是去那個麵館吃一碗麵 也不見得跟那個有個接觸 而且PCR跟篩檢全部都是陰性 結果這樣也要被隔離14天的話 那為什麼室內可以用餐 所以我覺得我們整個防疫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邏輯了 那至於說 Bloomberg這個 它這個標準 其實它本來就是以寬鬆自由度 來做一個標準的 所以我覺得陳忠 如果你想排名更高一點 你乾脆全面開放 你真的全面開放 你的排名就會超級高 你叫什麼樣子 因為它不管疫情 它就是看你的開放自由度 人民的生活自由度而已 你乾脆全部開放算 反正你現在做的方式 也差不了多少 因為你只有隔離七天 然後自主管理七天 那基本上 以Onkong的傳染速度 其實基本上跟沒隔離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再去搞這些東西 那至於李正浩去批評 柯恩哲那個 我也懶得去回應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無聊 但是BNT的事情 我就要好好來講 我想請教一下 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要去買一千萬劑BNT了 那當初是誰告訴我們說 買了太多了 根本用不完 不是林靜宜 不是就剛當選中二補選的 那個林靜宜嗎 不是說根本打不完嗎 那現在為什麼又要買一千萬劑 然後再來 當初是誰告訴我們說 一千萬劑 你如果 不是 你那個BNT 如果是跟上海復興買的話 我們不要 你一定要跟原超買 那當初我們就是繞不過 上海復興 那現在請問你是怎麼繞過 你現在說你跟原廠再談 當初不要忘記 你也是告訴我說 你跟原廠再談 結果後來就沒有下完不了了之 那現在這個東西克服了嗎 怎麼克服的 還是又繞回原點 你又是重新回去跟上海復興談 還是你要透過民間去採購 你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標準答案嗎 而且請大家注意 陳忠講的是什麼 我們在洽談中 他洽談中的那一多少 每次洽談中 到後來不了了之的那一有多少 我跟你講 BNT對我們來講 之所以這麼重要 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到現在 還有好幾百萬的 十二歲以下的這些小孩子 沒有辦法打 那他們是不是沒有辦法獲得保護的疫情 以Omkron的傳染速度 他們恐怕要開始越來風險越來越大 所以BNT是目前全世界疫苗 以頭唯一可以打十二歲以下 所以BNT對我們來講 當然很重要 那政府你到底才決策是怎麼樣 那你們現在既然又 願意直接去買BNT了 又告訴我說去跟原廠談 第一個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跟原廠談 你有沒有原廠的證明 然後再來呢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當初跟我們散佈了一大堆的謠言 你們現在要不要道歉 還是你要告訴我說 我說錯一句話都不行嗎 是這樣嗎 那王帝宇要不要出來道歉 林靖瑩要不要出來道歉 林隱孟要不要出來道歉 你們這些所有當初開BNT的人 要不要出來道歉 那當然我知道 這些人全部都不會出來道歉 因為這些人根本 就不在乎自己的臉皮 好 我們看到了 其實現在中央很多東西都亂糟糟 包含了當然就是連警戒的部分 可是現在台北市主動說要來升到 2.5級不到3級的境界 但是現在包括了夜市內用 也不行 也不能邊走邊吃 盡量都不要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問一下台北市議員 漢廷哥 漢廷哥你怎麼看 柯文哲現在要讀書一個 先走2.5級 你覺得對台北市而言是好的嗎 在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雙北很多政策都是先行 包含先停班停課 然後包含先主動升三級 然後甚至要自己主動來買疫苗 但當時指揮中心都怎麼說 拿了一個大大的牌子 全台步調一致 對吧 然後就嚴厲譴責雙北 結果都是在隔美兩天之後 然後指揮中心跟上了雙北的步調 前兩天才說不要 結果身體卻是非常的老實 然後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現在你也不敢進內用 現在你也不敢升三級 然後授權地方 或者是提醒民眾 對吧 那這都是什麼結果 講白了 那就是卸責地方 跟卸責民眾 如果未來真的萬一出事情 疫情大爆發 指揮中心大可雙手一攤 那個都是地方政府的問題 我可以說我授權給你 你又不管 我們已經提醒老百姓了 這是人民自己才是破口 這不就是蘇貞昌跟蔡英文 當時講的話 這有問題的都是老百姓 或者到時候哪邊再爆發 如果是雙北市又出問題的 到時候指揮中心那個圖卡 又大大的把新北跟台北 又放上去 桃園又都不見了 這就是指揮中心在幹的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要認真來講 就實際上現在我們面臨到的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是政府透過他的這些手腕 來進行一種所謂的新型的蓋牌 過去是政府都不驗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 對吧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變成很多人民 自己不感驗了 因為就如同高雄的狀況 這高雄的餐廳 這不過就是有客人確診在二樓 可是他臨桌的人也都沒人確診 但整個餐廳就必須關門14天 員工老闆全部都送去隔離 那這個狀況出來的話 假設我現在懷疑自己有病 然後我如果去篩檢發現確診 我家人 我公司 我路過的餐廳 我去過的地方 全部都停業14天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 大概都會覺得這個責任很大 而且很害怕 我擔不起 如果我只是輕症 覺得自己小感冒 好像也沒那麼嚴重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去篩檢 除非我有去保那個什麼 十萬塊的保險 對吧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 政府這種太一刀切的方式 把所有人都送去隔離 其實會降低人民篩檢的意願 過去為什麼覺得說 我們要鼓勵多篩檢 第一個因為當時重症的比例居多 第二個因為當時 覺得說我們篩檢到了醫療的機構 我們才有辦法保護你 也能夠保護其他人 可是在現在的狀況 如果你自己覺得 我們真的都只是輕症狀 就好像也沒什麼事情 那麼保護你的需求降低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是否政府 你應該能夠做更有彈性的調整 比如說縮短隔離的天數 或者是專門都送到大型的 輕症的這種收容的中心跟機構 也就是早期 我們不斷提倡的方艙醫院 民進黨因為大陸的意識形態 所以死都不肯蓋 然後就全部都送到隔離旅館 好 那麼或者是 我們應該要區分成 長者以上跟中年人的這個狀況 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在Omicron 即便是在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60歲以上長者的致死率 也有3.7% 年輕人當然就低了很多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 我們應該是把這些資源 很有效的都集中在 我們更應該保護的 年長者的身上 也就是說如果是老人家 一旦被發現確診 那他幹嘛 他當然應該要送到醫院 而且如果是老人家的足跡 有相關的重疊 那麼可能老人比較需要送到去隔離 那年輕人如果發現沒什麼問題 PCIU是陰性的話 那你是否就應該可以 減少隔離的天數 可以回家休息 在這種狀態 那才不會影響到經濟的生活 然後也能夠給予 就是比較可能受到重症感染的長者 有更多的照顧跟幫忙 而不是像現在就是完全都是一刀切 不分你的輕重症 不分你的年紀 或者不分你疫苗施打的劑次 反正全部都是都隔離起來 在這種狀態之下 說真的就是 目前台灣的經濟 在全球地位的重要性 應該是沒有那麼高 應該沒有說像大陸一樣 一旦疫情爆發 整個全球供應鏈 就受到很大的危機 在此情形 我認為應該要隨著病毒的特性 以及感染者 他們本身不同的狀況 做一些適當性的調整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鼓勵大家 出來做篩檢 而且確實能夠保護到民眾 業員剛剛講的就是 擔心量能的問題 尤其現在篩檢量能跟隔離量能 甚至是醫療量能都是很擔心的 歐美也帶來最新消息 其實今天新增了27例的本土個案 有44例是從境外移入的 那麼很幸運的是 今天沒有死亡個案 但是在亞東醫院 這一例的確診案例 到現在還不知道 它的感染源頭是什麼 所以也令人相當擔心 不過我們就帶你來看到的是 現在在BNT疫苗這個部分 當然了 疫情延燒 大家都想要打疫苗 不過過去指揮中心 他們對於BNT的疫苗態度 跟現在完全是兩回事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寶貞 你怎麼看 尤其當時 大家都已經呼籲要打疫苗 尤其現在台北市 光是台北車站 大家都已經排隊 還怕打不到 那麼現在又對BNT 好像就是我們的解方 你怎麼看 這政府就是雙標到一個不行 最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未必是由中央政府 他自己講出來 可能是很多綠營的側翼 就群起圍攻 說你看看 他這個BNT 就是在深圳分裝的 明明就不是 就是他們有各種各樣 很奇怪的一些 那種抹黑的言論 就一直說BNT不行 他就是阿公 陰謀之類的 所以他就一直講到 那BNT就是中國製 你不可以用這種中國製疫苗 所以他們把這個意識形態 把民粹的言論 放在人民的健康之上 當時我們已經很多人都講到 你為什麼不讓BNT進來 大家有沒有印象 當時我們的藝人張小燕小燕姐 他那時候說拜託 請可憐可憐人民吧 讓這個疫苗可以趕快進來 謝志偉大使還在那邊出征人家 還在那邊罵人家 說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政府他當時就是一直覺得 心裡那個心魔 那個坎就是過不去 後來是終於透過了 可能民間的團體 不管是企業也好 或是宗教團體也好 才有辦法順利的進口 但是像剛剛兵哥也有講到的 當時郭董就已經說 我們可以預留三千萬劑 是不是可以保留給台灣 但是陳時中部長就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量太多 你不能跟人家稍微談一下嗎 你自己現在不又買了一千萬 然後又更多更多的BNT 你如果真的是當時嫌太多的話 到底為什麼現在會不夠呢 那就代表他們當時指揮中心 就已經覺得這個疫情就這樣子了 台灣是一片福利 應該不會再有什麼狀況了 所以他的那個心態就導致到 現在疫情破口出現之後 他還沒有辦法防堵下來 導致到他才能夠再去新增 去新購買這些疫苗 所以這就是你當時 為什麼政府不願意 把它好好的超前部署好的問題 再來我們再回來講 我覺得中央跟地方 中央常常是這樣 他都不願意把一個話說清楚 然後就是兩邊都想要討好 他讓地方先做 地方如果做得好的話 我就超過來 地方如果做不好我就罵你 我就說你看看你 為什麼不跟著我做呢 那如果他做得好的話 他也不會稱讚你 他就默默的把它超過來 然後直接當收割機 大家有沒有印象 當時在這個1922的時候 1922在去年12月 中央先把它停滯 再來臺北市只好先開了自己的 這個疫苗的預約系統 後來竟然被罵說 你為什麼不跟上 我們1922的第19期呢 不是 臺北市政府已經提前你半個月 已經在做疫苗預約的事情 我20萬機已經預約完了 你的19期才開 我的量都已經預約完 我為什麼要去跟你19期呢 所以這就是中央 你看他的問題 你不去稱讚人家也就算了 還反過來罵人家 你怎麼不跟著我的步調 那就代表說你中央 剛開始在相關的一個政策 你在制定上面就有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中央常常都跟地方不同掉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 最後回來再繼續來腳保 我們討論 一月二十四到一月二十八 進行所 第四VS56台 新聞大白話 翻展2022專輯報導